昨天花蓮强震造成苏花公路中断 以及中恒公路封闭 因此进出花东地区只剩下南回公路可以行驶 再加上碰上清明廉价 一大早有大批的车潮陆续涌进屏东横春路段 就连前往小琉球游玩的民众也是蛮多的 最新的情况连信给记者王志轩 好 主播观众 昨天全台市发生了有感地震 花蓮更是传出有民众死伤的消息 不过对于其他民众来说 经历过大地震之后 今年开始的是清明扫墓廉价 画面上就可以看到很多游客 按照既定的计划前往屏东小琉球游玩 五家船运公司从今天早上七点开始 就陆续加开了加班船 我们先来看看现场的最新状况 另外一方面因为强震的关系 苏花公路已经中断 中横也是落实不断 暂时无法通行 进出东部地区 只剩下南回公路这一条 再加上清明廉价 花东地区的民众 还是有人想要回家扫墓的 光是在七点八点 就出现了大量的车潮 我们来听听看警方是怎么说的 本分局于七十四十九分 开始实施南下掉坡车道 措施掉坡台一线四三六点五 至四四五点五公里处 北上内车车道 供南下车辆使用 七点到八点 恒春的路段已经出现了 大量南下车潮 突破了三千三百辆次 台一线部分路段 开始进行掉坡 游客或者是花东民众 进出东部就得多花点时间 我们先把镜头交换个棚内 你好 我是宋燕明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 YouTube频道